江戶時代茅草屋已是排開400年 日本有幾個著名的茅草屋聚落 比如中部地區的河掌村 但其實在東北的湖島縣內 也有一個名叫大內樹的茅草屋村落 不同於河掌村是農業村落 大內樹在江戶時代 是往來於東京和東北地區的驛站 過去沿街都是旅館和餐廳 有約50座將近400年歷史的茅草屋 都好好的保留至今 這裡雖然隨著近代公路的興建 已失去早年的驛站功能 但也因此保有濃厚的古服情調 不論是在約300公尺長的古街道上散步 或是在街邊找個地方坐下 都能感受古代驛站的韻味 在大內樹村落周邊 可以繼續探上自然風光 也可以找間相距不遠的溫泉旅館 欣賞旅店內安排的各種表演 繼續深入感受東北地方的傳統情調 東新聞日本報導 上知天要不見 太陽平底人 連接頭 好吃嗎 有個女家 最愛 真的 是